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继续给您分享VUE3的课程 不过在此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简化微棒的和微盎 上一期我给您讲的是差值语法 对不对 咱们可以为HTML的元素标记 绑定一个属性 咱们用的是微棒的和微盎 其实这种写法怎么说呢 很麻烦 为什么代码量很多 很长 对不对 今天给您介绍一种简化的写法 咱们马上开始 好 首先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一个是简化属性的绑定微棒的 一个是简化事件的绑定微盎 都该怎么做 在下面我给您加上 如果是咱们简化微棒的直接加上一个冒号 然后属性 如果是微盎的话 咱们直接一个 at 然后是event名 都该怎么用 咱们马上看代码 好 咱们马上进入今天实战演习的部分 大家请看 今天咱们实战演习的部分 还是和以前一样 一个DNA跟一个Hello VOE 对吧 然后咱们往下看 下面是咱们应用程序的对象 我返回了一个数据 口骂video 这个是我的官网 好不好 然后我还定义了一个函数 这函数是说 是否买PS5 我这接受一个参数 若是e的话 参数若是e 就打印 买买买买 若是非以 打出来不买不买不买 这是咱们VOE对象的内容 好 咱们翻过来 咱们再看HTML的部分 HTML部分 其实很简单 大家看这地方 我声明了一个atag 超级链接 对不对 然后我用微棒的属性 指定了它的HREF 就是说 我这个链接 要链接到哪去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我指定是我口骂video 这么一个微优异的变量 就这个地方 对吧 也就是说 当我点击这个链接的时候 它会跳到我的网站上去 对吧 所以说这点 我给的是小马视频 OK 这个是传统的微棒的写法 功能是能够实现 但是显得微长 对吧 能不能让它缩短一点 短一点好不好 好 咱们短 大家请看 我可以去掉这个微棒的 就是一个冒号 就这个地方 对吧 刚才给您说的 简化语法 就是这个冒号 然后再跟上 您的HTML tag里面的标准的属性 这样的话 就会为这个标准的属性 绑定VUE的变量 大家请看 非常简单 直接把我的这个 口骂video变量 绑定到咱们这个A tag里面 HREF上去 而不用加上前面的微棒的 好不好 一会咱们看结果 接下来是 刚才我给您讲的是属性绑定 接下来再给您说一下 事件绑定 上期我给您介绍了差识解法 如果咱们想绑定事件的话 咱们大家请看 需要加一个VON 后面再跟上一个事件名 您是单击 是双击 是blur 对吧 那么现在咱们把它变成 大家请看 一个at就搞定 一个at相当于是VON冒号 对吧 at谁 at这个click 说明我是单击事件 那么单击的时候 它会调用这个函数 同时给这函数传一个参数 对吧 后面是一个 其实这个就是两个按钮 一个是买PS5 一个是不买PS5 咱们大家都知道 2020年底 索尼公司 要发卖最新的 次世代主机 PS5 我也是很期待 是吧 到时买不买 咱们看价格 好 这个是我大概代码的样子 咱们马上运行 看结果吧 把我的body拷贝一下 您如果会了 今天这个知识点 您会发现代码量 能够微减 比咱们不加这个技巧 能稍微的减点 其实咱们代码 哪怕就减这么几个字符 我觉得也是必要的 对吧 强迫证吗 对吧 是这样 尤其咱们在做这个系统优化的时候 每一步能提高系统速度 哪怕是0.01秒 您都要去做 好的 咱们开始 我今天开了一个本地的http server 然后今天咱们是第12课 我访问一下第12 然后这有index 咱们看一下 这就是刚才我建的文件 Go 大家请看 我上面有两个link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网页源代码 大家请看 这地方我有两个link 这两个link其实内容完全的一样 只不过我用的是 一个是VBound的正规写法 一个是冒号的简单写法 它们的效果都是一样 咱们试一试 点击 先把视频点一下 过来了吧 没问题 关掉 我这个主页有点老 过两天我准备再更新一下 加上我这些AI课程 大家请看 这两个按钮 这两个link都可以跳到我的主页 对吧 没有问题 所以说它们的效果是完全的一样 好 接下来是不是买PS5的问题出来了 我点这 它调用的是传统的Von 对吧 我点后面这个不买 调用的是简写的 Add Click 好不好 咱们看效果 注意看 Go 买买买 没有问题吧 再点这个 不买不买不买 对吧 太贵了 PS5其实还真不贵 大概和500美金 大概500美金的样子 五六百美金 是吧 而且它会听为一个 有光区没光区 还有多个版本 我觉得其实可以买 对吧 我要买就买那无光区的版本 好 这个说多了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如何简化Von和Von的具体的写法 希望您能够掌握 这个对于您减少代码量来说 是非常的有好处 好 然后我今天的代码 都会放到我的GitHub上去 有信息朋友下载 在本地 您也运行一下 是这样 我给您个建议 就是我GitHub上面的代码 每个朋友根据您的需求 可以下载 可以不下载 您把它变成您的一个代码库 您用的时候 可以到我的GitHub上来 查询就够了 像尤其是一些深度学习的代码 您也记不住 又那么长 对吗 还有好多的函数在里面 您就把我的GitHub 当成您的代码库 需要的时候来查询 就可以了 好 以上就是今天我给您分享的 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希望您能够订阅一下我的频道 然后点赞 并转发给您的朋友 好不好 拜托大家 OK 那这个视频就这样吧 咱们在今天的视频再见咯 拜拜